在加拿大提供流动通讯服务的中移动加拿大公司 本身没有拥有或者营运电讯网络设备 透过与当地电讯公司合作 由对方网络提供服务 加拿大传媒报道 公司说在2015年成立 但因为无心疏忽 去年10月才告知加拿大政府 作为一间新的加拿大公司 加拿大政府就在今年1月通知中移动加拿大公司 正是审查对方在当地的投资 可能导致有加拿大企业 被中国政府利用在非商业目的 例如破坏关键基础设施 或者外国干涉 危害国家安全 到8月当局下令 中移动母公司要在90日内 分拆加拿大子公司 或者结束在当地的业务 中移动加拿大公司上个星期 日品联邦法院 寻求撤销政府决定 或者法环政府重新考虑 认为当局的指控并无理据 又质疑政府的决定 是出于政治社会经济气候 以及对中国国企的偏见 说公司在当地没有拥有 或者营运传输设施 又无权限直接访问关键基建 而且没有存取任何敏感的电信数据 或者个人资料 政府对公司的结论 等同于猜测公司会使用敏感资讯 从事军事或者间谍活动 有线电视记者梁卓山报道 对我们来说的